在江门的边疆新区 竟然有幅式的屋形 做得比主角更有好过公寓 二十来万 就那么一间 五十亿平方的精装粮房 月供再请两万 一起去看啊 那一进门 左手边就是我们一个公共的卫生间 通间完全没有浪费啊 那看看右手边 做了一个餐厅 放了一个四人的餐桌 走不麻烦 必须安排到位 厨房其实蛮大的 做了一个L井的机械 还有两边窗 通风采光 完全没问题啊 四米湖的调供客厅 加上这个落地大窗 给你一种住入别墅的感觉啊 上来二楼 一共有两个房间 这间是一个炒篮的主卧 空间是不是很大呢 过来这边 就有一个做了干湿分离的卫生间的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你完全可以用来做书房 都没问题啊 要干净要干净 要交通要交通 这样的房子 自己觉得怎么样呢 买楼问题 不会猛成成